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黑木崖的節目 今天很高興可以請到西韓人士可樂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我們上一兩節講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有香港的特首選舉 原來揭出來的其實是香港員被小數人掌握了 有很多是貪腐 然後我們上一節講了一些貪腐的內容 我們希望可以再細數一下 其實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這些已經是爛蘋果爛得出汁 爛蘋果是沒有汁的 是嗎?有的,沒有吃過爛蘋果 再講一下有什麼爛的細節 這個爛的細節我們覺得是要細細思考和問題 我們才知道在什麼地方開始剩蘇辣 做這些腐敗的數字出門 是的,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太著重於所謂 你這個人是否一個錯誤 即是他很容易整個貪腐的事件 就變成一個個人操守的問題 但其實貪腐這件事從來都不是一個操守的問題 他始終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或者其實是一種整個整體社會 是否有利於這些貪腐 廉署也說到我們建立香港的連結制度 他不是叫我們建立一些連結的領導人 是的,他不是叫我們僱存個人美德 是的,他如果一刻就整個社會有頭到尾都刻 例如說多一點點就是 其實我們整個市區重建的過程 都是一個利益輸送的問題 即是怎樣說呢 他其實整個重建都是由地產商主導的 根本他市區重建局本身就是地產商主導 他背著供應機構這個名字 但其實他是用商業運作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們找的地方去重建 不是去改善生活環境 他在想的是所謂的發展的潛能 或者是價值上升的潛能 他最終是為了要賺錢的 例如他那個市區重建局的CEO 其實他在每單重建裏面 他都可以分到很多錢 分到at least 3% 即是每一個重建項目 那個項目完了之後 賺了錢的話 3%就給你了 是的,即是有花紅 那麼厲害 他都不會分給租戶住 我記得我家裡 即是西環那頭有個樓 有一個很大的block 把舊樓放在舊樓之後 就建了一個很高很漂亮的大廈出來 原本附近就是 有很多小商戶 有些公公婆婆在那裡住了一個堂樓 你知道嗎 推倒了之後 我一看到他在那裡拆樓 我就和我媽說 這次這樓拆了 最壞就是地產廂 我媽就說 你懂什麼 你重建 要不是哪個地方住呢 你的老婆都住這麼冷的樓 那怎麼辦 但是重建完之後 那些老婆是不會住在那裡 後來過了一兩年之後 換一新的大廈落成 非常美倫美 樓下就是貴價 立即市場 然後望下周圍的地產店 就大張旗鼓去銷一新樓 然後我又有一次和我媽又走過 然後有個地產經紀就跟我們說 這個樓盤 一萬四千元一尺 嘩 好便宜 那我呆了 接著我 然後我媽 我首先已經呆了 然後我媽就主動說 嘩 誰要買 就是阿婆 對 坦白說 收樓的時候 我給了你多好人都好 頂多收七八千元一尺 收了之後 你賣出來 一萬四元一尺 那肯定不是幫阿婆買的 話說我那裏已經被人重建了 就是我住在新田地界 最近事件局宣布用十七億重建 那他就說會用一個實而不華的設計方式 但其實最終不關你是不是實而不華 我告訴你你有實有華 其實最終就是那些赤架 他本身由六層或者八層的唐樓 其實做高樓大廈之後 其實他是在空氣裏面變淺 就是本身那塊block是空氣來的 你突然起了很多實驗面積出來 很多層 然後他就變淺出來 然後他現在盛傳的是九千元一尺 其實最後一定沒有 即他是 即是 一定不止 不是 即是他說會用九千元一尺 跟業主買 事件局 但其實最後一定沒有那麼多錢 給業主 他是會押到很低 四五千元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 就算是九千元一尺 你最後是一萬四元 然後他根本是沒有可能取得回 當然後來有人吵得多 提出一個所謂樓換樓的 我一開始都聽到 都覺得是合理的 那對 那些婆婆在這裏住 那你就換 就換 那些樓便可以住 大家開箱談 平衡社區發展 和市民的利益 那有甚麼不合理呢 我發現原來有些人 一定是出事的 即是租客 因為原來很多舊樓 在這裏住的 坦白說大部分都是租客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這麼多錢 就去買那一層樓去住 那些婆婆可能 即是微博的租金 就租了他們 因為坦白說 那些樓也租不到很多價錢 因為它比較舊 沒有甚麼人肯租 剩下老人家租 那麼租租下就租了很多年 六七十歲 你突然間跟他們說 要市區重建 去收他樓 那業主當然就下宰盆徑 大哥 我以前賣都是六七千 你現在付9000 我便給你走了 最後住在那裡 很多公公婆婆 因為租下的關係 在樓換樓的那個計劃里面 或者是賠償的計劃里面 都是寶實的得益 那最後最後得到的是如何 頂弄就是萬幾萬元omb functioning 的搬屋費 是 搬不到 第一 搬屋未必夠錢 第二 她之後居住哪裏呢 其實 所謂的幸運是可以搬你去武雷工這麼遠 找回公屋給你 有些人都會覺得好 那個婆婆 你原本居住堂樓 現在居住公屋 這又是媚於社區現實 可以說一下這個社區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那裏是一個社區 其實市建屋經常玩一些政治化妝 它會說 其實這裏有多少業權 它是一個長條形的地盤 其實就是嘗試打散你們那種社區歸崇感 事實上新田地街是整個油尖旺的其中一塊 你試想一下 怎麼會無端端一個油尖旺 中間有一個客棟 其實其他社區都會捲進來 即是它破壞了我們本身有的社會脈絡 例如我們樓下其實是一應俱全的 你可以在這裏生活在這裏做的 醫食住行 醫食移民都解決到 例如當它起了住宅之後 其實首先是 例如我們住不回家 連店舖留不回家 然後附近的租金都會跟著 其實它是幫地產商墊一墊的起步價 例如市建屋就很流行在地區下釘之後 其他地方就是田生就會來收 例如在新田地街過兩個block 即是市建屋一宣布要收 然後過兩個block 地產店已經不斷收本 不斷落釘 即是不斷炒賣 由一個地鋪炒到百萬 嗯 其實就是它 其實它都是在做公益 幫它的利益集團做公益 即是它收一等 然後就可以其他的地產商一起發揮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市區重建裏面的一些伎倆 在新界的地方 我又見不見到又是一些類似的利益集團 其實你會發覺現在香港的城鄉的差別已經沒有了 因為無論你住在城鄉和鄉 你也是會給田生式的收地方法 例如透過強行圍板 即是你明明住在這裏 趕走你 或者趁你不在這裏就圍起你的房子 那你又沒有了 這個我在蔡元村的時候都有經驗 因為我記得 大家都記得在09年的時候 即是第一次蔡元村就抗爭 最後就說 首先是叫不遷不拆 但最後立法會通過撥款 就給它過的 所以就照起高鐵 也要照拆蔡元村 但當時鄭義華就是先見後拆 人性化處理的 但是最後我印象中就沒有發生 因為我在那一段期間 即是說中程進行之後 我都試過幾次去蔡元村 所謂的先見後拆 原來就是有些屋是有得收的 它就收了你 然後就直接拆了 但原來一條村是有很多不同的屋 它拆了之後它就圍圍板 很搞笑 原本一條路在那邊走 即是穿過去一條村 就去到你家 因為它收了這間屋 這間屋就沒有了 即是圍了圍板 於是又走不到 或者有些屋子四年八方 被人圍起了 單定一家 那你就會見到 這條村原本全部是屋 那它收了就拆了它 因為它還會開始打樁 在你家旁邊就打樁 還有會打樁 走就走 那它就真的很有人性 它就特意留在這裏 讓你可以感受到打樁的聲音 和沒有路走的機會 譬如這些 我們看到政府很多時候的一些運作 坦白說 它其實就是好像搶錢 即是由一些最低下階層的身上 搶走它的生活空間 然後重新分配 再分配給更高階級的人 這就是所謂香港有這麼多利益 有這麼多錢賺的 其實很多時候賺錢就是這個方法 其實現在你在街邊已經看到 外婆已經被人搶到沒有了 即是它是完全 它是可能24小時都要在街頭 它是沒有生活空間 本身它可能用幾元雞都可以生活到的 沒有了 它就正式被定義為一個窮人 可能它本身收入低都不是窮人 其實是這些發展令它們變成窮人 是 而這些外婆很多時候 例如它在市區被人趕走了之後 它住不回市區 它便要去鄉郊住 然後在鄉郊的這些村落 即是它在市區被人趕走了 然後在鄉郊 然後在鄉郊又會再被人收地 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這麼多地產商 會傾向在新界收地 就是容易收 而容易收的原因就是它是欺負阿婆 欺負這些基層 它們多數是做清潔做保安的 而它們是木不食丁很容易就被人騙了 去簽一些他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的租約 或者是被人騙完之後就搶了它的地 所以其實它最終 如果你在新界做一些反逼遷的運動 其實你都是處理著一個階級的問題 嗯 那這裡我們看到 當然有些朋友會覺得喊得對 你這些舊區要拆 我說幾頸 你市區重建局 你只需要重建一個block 周圍的block 就會自動地產商來 就這樣搏陷了你 就蓋了那些高樓大廈 就變成了奧坡 那不是多好 香港從此就沒有了 烏冤漲氣 那些無色事業 賭 毒 就沒有了 這條街很乾淨 順帶連城市都不再屬於我們 但是 這個很令人騙換的就是 我們所謂 我們以改善市民生活為出發 其實很多時候在這些處境裡面 第一就是你剛才說了 很多市民根本就沒有享受到 你所謂那個新的城市 因為最後要用來買這些樓的人 往往要拿著一萬多元一尺的樓 肯定不是原本住在這個舊區的人 其實你想想廣東道DNG事件 你就知道了 你想想 其實 例如將軍澳那些蛋糕樓 或者是油麻地 沿海的那些屏風樓 你已經知道 你其實香港人生活的空間 已經被人搶走 嗯 但是 這個呢 有些人都會覺得 還可以的 但是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去到新界的時候 我們看到更多的反而是 真是赤裸對於法治的 是抹凸的損害 因為 譬如我剛才說到 雖然你沒有法例 可以的 但是你正如華 不是 正如華 在說先見後插 或者林鄭說先見後插 好明顯不是 這些 這個是匯信承諾的 但是說完之後 沒有後果 沒有人會理 沒有傳媒報導 唯有就是靠有一些 社會人士衝進去幫幫助他 幫助他 幫助他 幫助村民 然後你再說 譬如虎草村的收地事件 很明顯就是一種高官 牽涉入整個金權 地產政治裏面的一個 介入 這些是完全幫我接受 如果我們是一個法治社會的話 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可以說 另外其實之前也提到 很多的諮詢委員會 其實都是由地產商的 一些代表去參與 這些地方 也是一些參互溫床 當然如果你說直接去犯法 又沒有 又未必 因為法例是他定的 是他寫的 他不會做一些犯法 但是譬如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譬如如果某一個地產商 知道某一個地方 那裡會發生一些重計的項目 那他就可以預先 將資金投入那個地區 然後去進行 一些收區活動 那當那個地區在五年 或者十年之後發展的時候 那地產商一早就已經 春光水暖鴨千枝 他一早就以便宜過你幾倍的價錢 去買起所有地 然後又進行一些很慘烈的收留 諸如此類的事情 那香港其實可以說 很多人都罵地產爆權 那這個大概是某些操作的形式 那這次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 可以再討論一下 面對這些處境 香港人究竟可以怎樣做呢